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休息回到第三次左翼的时间 比如说社工本身在整个 很简单 用大澳区作为例子 去说社工 谢细杰本身的租源 比如说在我自己的一些观察里面 其实你会看到在一些不同的国家里面 特别是一些民主国家里面 特别是一些社区的建设或者社区的重建 其实社工在中间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甚至可能这些地方的政府 会视社工也是一个持份者 很尊重他的意见 又或者透过社工本身那种很积极 或者很活潑的那种性格 或者建立关系的那种网络 去联结在社区里面 可能是一些不同的背景 不同种族的一些人 能够最终是将社区里面 一些社会问题 或者社区重建能够做得好 但是在香港的情况就很惯 就是很多时候 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社工 很多人觉得社工就是一个服务提供者 比如说学校就要理一些有问题的学生 然后可能就是说 如果一些学生不上学的 可能是一些在晚上才出动 然后就接触一些叫边清的青年人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社工的印象 只限于一种头痛意头 脚痛意脚 脑痛意路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会见到某些社工本身 很可能他对社区真的觉得那一班需要帮助的人 要很积极去可能是组织他们 或者教他们检心的权益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社工 是不是真的在这里 俗点说就叫做搞子棍 又或者落到这个新局者 在口中就叫做破坏和谐的一个 而导致到很多人会觉得 咦 这个社工会不会真的太多次呢 其实在传统的社工来说 就觉得这个小组工作 或者社区工作的方式是没有用的 现在大部分由政府聘请的社工 就是做这个个案服务 就是个案工作来的 这些所谓的专业社工就是做这些事情 就是受一定的训练去处理 一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 就是令到那些社会里面的矛盾 不会成为一种反社会的力量 其实这些所谓的专业社工 尤其是个案工作 其实是一个社会的收收补补 就是说如果社会里面出现矛盾 一个群体或者某个阶层或者个人 可能由于这样和社会的所谓 所谓establishment 那些事情是产生矛盾的时候 就是做一个润滑的角色 或者是将那些 变成一个反社会的力量 那些东西准备了 所以现在我们讲的 显然不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小组工作或者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本身来说有一个矛盾的 就是当这个社区的利益 和社区以外的利益有充实的重点 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社区整体的利益 我们解释有的话 和一些在社区以外 要去改变这个社区的力量发展 举例 突然发展某个区 要搬走某些人 或者要在一个社区里面 建一个很大的商场 或者举个例 是的 这个帝京花园也说 譬如要建一个很大型的医院 它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香港其实有个问题 就是香港的社区的组织 是很低的 就是那个组织力量很低的 亦都香港地方自治 大家都知道 区议会是稳笨的 而实际上没有任何中大的组织 去做这些事情 有些残存的 例如今次发生冲突的 就是乡市委员会 就和女青年会社工产生冲突 就是很明显一个这样的矛盾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旧有的建制 本身是因应着旧有的利益 去控制 有这个社会的控制功能 亦都有这个社会的修补功能 或者一个社会设制功能 这些组织自然是会 和一个新的社区的需要 是发生不合的地方 不合的地方 去到大澳里 以前在渔村 渔村就买咸蝦、咸鱼 还有景点 现在大澳已经不是这样 第二就是大澳越来越发展 这个社会设制功能根本不够 就产生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社区组织者 就是说做社区工作的社工 就很容易在这个区域里面 你要拆掉 你拆掉了之后 就会拆掉一样 就是说你和建制产生矛盾 现在的世界就是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困局 就等于六七十年代 这个SOCAL出来 用Alinsky的理论就是说 用一个边缘理论 就是在社区里面組織一些人 让他们有这个社区意识 令他们有这个社区的凝聚力 然后用边缘的方法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在那个on the edge 就是说犯法与不犯法之间 这样去争取的事情是两回事 其实SOCAL现在已经开始 慢慢远离Alinsky的球场 你看附近平已经在中方报业过头了 冯剑基正在做议员 大家都知道他说过有争有妻 其实附近平也在SOCAL也做过 在大安东也做过 如果你看回香港的社区的发展史上面 其实这些社区是无所谓的社区 在港区里面不是主流 而现在他们连定居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当这些庞大的人口 是不稳定不受这个社会建制所吸纳接纳的 但它是一个很廉价的劳动力的时候 自然会产生这些矛盾 其实中大社工队和港大社工队 都是这样认为 现在学生运动去参与社区的抗争 或者工作服务 其实要补充长方两件事 第一件事我们来说 有人认为香港根本没有所谓的社区 当然这个感觉 我记得好像在沙子的时候 说回例如关于居住地方的环境卫生 或者整个卫生背后 就是要靠人本身互相合作 互相帮助互相支援 但是如果看回香港的情况 香港可能有所谓的街坊 但是街坊本身的凝聚力 或者所谓的能力 或者对社区的认同 是不是那么强 如果身对台湾 本身可能因为地理环境 或者因为不同的截困人 居在一起 例如是这样的情况 而有所谓的社区 但是如果香港的社区的流动性 很大 现在因为有多些公屋的建设 才会有社区的感觉 以前贫民阀的时候就没有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那些社会服务 只是用社会服务的层面 其实都用交方福利会 用交方福利会 就是趁灾 搞一些喜庆节目 派一下米 这些很基本的东西 那时候交方福利会 就属于华民政务私底下 其实是一个控制社会的组织 由大澳事件说到 关于社工在整个历史库里面 担当的角色 又说回社区的部分 或者稍后再详细讨论 一张行空 JK 一张行空 好像在教士党 不要这样